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Q消息炸锅的up主自由习武 等目前的消息都清理的差不多 素材都整理的差不多之后 我在加新的好友 请各位想加我好友投稿的朋友先忍耐一会儿 第一局张让主 张让农民 队友是个国家 这就说张让和国家就可以复复得证嘛 然后有男妈万节什么的先打 这个国家也算会玩 他把手上的锦囊牌给我 这样的话就不会就避免了直接让我和他 我找他没法拿牌的这个尴尬情况 这里呢 说实话打得有点欠妥 直接揪火杀 因为我还可以补一张火攻 我觉得打三点伤害 打张春华是完全可以打死的 事实证明 张让也确实做到了 一轮直接把张春华反杀 这就是张让的能力 第二把是戒鱼籍农民 这把就跟大家说一点 戒鱼籍怎么样可以禅怨地主呢 这个地主是会玩的 队友反而不会玩 这个地主选的虽然是个孙权 但他明显会玩 一开始先一张假的骗一些地主 然后如果鱼籍有几张一样的牌去对地主使用 那他大概率就会残怨 但是这里呢 有来了三张拆 前两张直接拆孙权 最后一张再拆一下 百分之百残怨 但是你是作为孙权的角度上而言 你会不会蛊惑呢 我是不会蛊惑的 因为鱼籍如果连续拆两个下 第三下明显怎么想他都是顺手亲羊更合适 所以但而我仍然使用了拆 所以我是孙权其实我是不会蛊惑的 刚刚那把虽然短 但是从两方角度给大家说一下吧 而且说实话我是孙权 说错了 我是孙权我是不会质疑的 这一把呢胆子比较大 先试试场上有没有无限 没有 没有无限 那就直接 郭佳的牌已经空了一张 这有两张牌是郭佳已知的 而这几张牌郭佳都给了自己 张春华手上只能 我就想赌一手 张春华手上七手没有数可拆 果不起然 那就反手吧 把郭佳完全可以乐上去不是问题 然后呢 直接一张难满 结果张春华手上反倒还有一张桃子 这是我没想到的 不过郭佳既然把两张牌都给了张春华问题就不大 我就是一直知道郭佳卖的是什么牌 我觉得那几张牌中间出无限的可能性不太大 所以我才敢这么胆大的打郭佳 并且一轮把它乐上 当然这肯定是有风险的 如果没有乐上郭佳 不过我们手里的防御牌也挺足的 他打我们 他也打不进来 这里呢 我们的杀比较多 已经确定可以直接出四张杀 而且张春华此时手上有一张无限 这个是在我回合开始乐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这样的话 我四张杀还空两张顶 是完完全全是可以直接把张春华打死的 所以直接动手了 今天我最后一把素材也是猪灵柱 但打的也是比较胆大的那种 对面接孙犬 那肯定想办法给他扒光 来了两张顺 那就不用跟他客气 直接最后一张九杀 直接把他扒掉 这样就看接孙犬这张兵能不能会不会填过 不会填过就简单点 直接炸一张基本牌 然后打下孙犬 这样的话给自己回合内多留点牌嘛 然后可惜这一说实话 当时打的时候我网卡了一下 换句话说 我去上了个四桌 我没有看到张春华突然是一张九杀 我就没有闪啊 这里有点尴尬 不过在我回合内肯定是 现在想一切办法把所有的基本牌基本上都要拿来回血 你看 虽然我刚才就一血 但是我这一下就回到了四血 这是猪灵 猪灵就这样 如果第二打跟最不同的农民 他有猪灵自己有不同的打法 你想 我打孙犬 我就强行炸装备牌给他扒光 你看我在打张春华的时候 我就想办法这基本牌给自己回血 把两张 两张基本牌就相当于是一张桃子 只有猪灵的能力 这里把对面的装备想拿一下 没有拿到那算了 只要这两张杀只要打出去一张 一张命中 我就打算再把另一张也一起命中 就触发冠师傅 然后决斗一下 这是我的想法 看来都没有命中 那我就直接等三点伤害的时候一起打他就行 这三张基本牌我怕不是特别的够 所以再等一轮 你看 这里直接九火杀 这样是三点伤害 冠师傅一下 如果他就算把自己捞回来还有一刀 也是冠师傅 强中 我觉得把张春华带走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打的确实还是有一点瑕疵 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玩家投稿 我最近自己的素材不是特别的够用 我们选了农民戒孙犬香 而队友是曹王 戒孙犬香可以稳定自己和队友的状态 曹王保证两个人的防御 但是对面是个曹枕 曹枕是个优势的武将 等他起状态之后 慢慢的给我们磨一轮起特别高的输出 打我们两个 他是问题是对曹枕上也是很好打的 至于我们怎么做的 肯定是尽一切的可能对曹枕进行输出 你看 这里直接把AK还给曹王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赶紧一切来一下 一定要对曹枕进行更大的输出 第一轮没有挂八卦也是这个原因 主是要怕曹枕把八卦这个原因 主是要怕曹枕把八卦顺走 对于我而言我也是一样的 我是肯定有八卦我也不会上 因为我自己有一张八卦意义不大 但是如果被顺走枪很麻烦 这里直接火龙自己 然后反手把曹枕勒住 通过火龙自己打曹枕两滴血 这已经是不得手段状态了 所以曹枕明显不该进攻 因为他一旦进攻 曹王的输出机会就多了起来 反手就可以给曹枕推掉 我们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打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停的刷一些进攻牌 来对对面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第二把是陈林地主 这打的也是个不好打的组合 至少在我看来是个比较强的组合 沈赵云加新王毅 但是虽然是这么说 沈赵云加新王毅 我以前老是说沈赵云手上留点红桃 然后再打给新王毅 然后你打谁都不是 但是事实认明啊 选新王毅的人你不能对他要求太多 他真的就没有替沈赵云刷一个桃子 至于反正我们开局 通过把沈赵云的牌一扒 新王毅的牌一扒 直接打他们两滴血 什么打他们两滴血 直接给他们一人扒两张牌 因为沈赵云毕竟是靠牌进行防御的 然后再一张顺 一张一张拆把沈赵云手牌拆掉 之后再一张九上 直接就可以把沈赵云带走 因为我们扒了他很多牌嘛 至于打新王毅呢 我说过 你不能对4H要求太高 他从头到尾 真的一张桃就没有 第二把陈林 这个陈林是农民啊 这没东西选陈林 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地主是王云基 对友是季黄盖 我们肯定想的是 想尽一切办法 让季黄盖留着他的回合 所以呢 先把王云基的牌一扒 然后他 因为他刚才有上减 然后我说过 我们手上 扒了他两张牌 他自己弃了两张 同时 我们自己回合那里呢 又拆了他两下 最后杀了他一刀 他如果不闪 他就只有3D血 他又缺有上减4 他如果闪了 他以下上减5 他是不管怎么样 回合结束都没有办法摸牌 这就运气就很好 所以反手再比伐一刀 给他一刀 只要打王云基的输出 和拆他的牌够多 王云基其实是顶不住的 也请大家以后注意一下 我上次说过 不值得和曹匹 也算是个很好的配合 这里这一把就相当于 给大家实战演 实际不值得曹匹 是怎么配合的 这里呢张中华主 一开始打曹匹 也没什么毛病啊 我们一开始直接开个难门 想让曹匹卖一滴血 结果张中华给曹匹 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武器 然后反手 我们又给自己强行过牌 又过出一张难门 现在就不需要 再对曹匹动手了 直接 直接定判曹匹 这样的话 给直接给曹匹造成一点伤害 同时还可以给曹匹送点牌 这样就可以导致 整体情况刨转嘛 这里一样的 如瓦刨继续给曹匹补牌 然后吃一张草 又可以给他补 这样的话 你看到他这时候还来了狮子 他有狮子的话 你知道如果他有狮子 我们将怎么样嘛 如果曹匹凉血 我们定判他 他把狮子收回 手中回血 然后每回合 虽然给张楚豪送两张牌 但是可以让张楚豪 无限制的翻面 这样的话 我们 如果曹匹手上有狮子 他的输出也保证了 他的防御也保证了 就是我们至少不会 因为断杀 或者曹匹断逃 而流失了翻面的机会 而且不止如此 我们就给定判曹匹的同时 还让他过了很多的牌 这样的话 不管最地主是谁 我觉得也扛不住 刚刚那样的组合 那跟庞德公 曹匹基本上是一样的操作 可以说是 所以呢曹王加戒皇盖 戒地主 戒皇盖克地主 然后地主 手上有陶的时候 还想用火弓 来给自己打一波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 想法比较美好 然后我也说过 曹王看见张春华 想怎么塞满 塞满就完事了 你看这戒皇盖直接对着皇盖 给张春华动手了 那我们肯定是 有牌赶紧给张春华塞过去 结果张春华刚才 毕竟不是零牌的张春华嘛 他三张牌中间有点防御 这倒是很正常的 继续如法防止塞满 而且在 而且我们前一轮的时候 已经给张春华塞一张无蟹过去 这张无中都没必要开 直接想办法用塞的形式过牌 就可以稳定把张春华带走 一把鲁汁农民 鲁汁地主 这一选戒全明显更稳 但是鲁汁也可以用 很快乐嘛 这把就是全 有些细节啊 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这是一个三号位元素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 我们给SP赵云什么牌 其实不重要 现在SP赵云 只能 对只能杀元素 他不能杀我们 至于我们怎么做呢 肯定是 一轮轮的消元素的血嘛 但是这个 没闪我也不是特别懂 没有什么毛病啊 自己想办法把元素的牌打下 然后这样的话 元素的手牌又比 又比他的血量多 因为我们在回合结束的时候 又把自己的牌 通过轻忠 为轻忠的方式给了元素 这样他牌又最多了 可以说是 你看呢 就是三号元素的问题 然后我们把这个 冠石斧顺过来 因为SP赵云手上的桃子很多 包括元素手上也肯定有好牌 这元素一直看SP赵云不动手 貌似是起了杀心 我是这么觉得的 这乐下元素 因为SP赵云反正现在打不了我们 他就算放他出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元素肯定 该管一下就管一下 这把就是挖单纯的皮 我觉得主持人要打的倒是 特别的豪放啊 这SP赵云 打也没有办法 他把这一手牌压一下 这样的话 至少我们不至于太亏 然后我们通过冠石斧 强行打起SP赵云的血量 然后再用藤甲对自己进行防御 他肯定是顶不住的 就再过牌一张拆 就算没有拆 就算没有拆 我们直接杀他通过冠石斧的方式 把SP赵云打死 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得不说 特别的快乐 正常情况下 三后卫元素 其实没有那么那么的坑 但是如果地主会玩 你像刚刚那把 我们合理利用了三后卫元素 带来的debuff 我们就可以强行达成很高的收益 这里呢 我们主持人要选了马素 直接借招 这样的话SP赵云就直接空城了 然后我们把AK拿过来 两张杀给SP赵云打了两下 马素就扒了赵云一张AK 就让赵云没有任何的抵御的措施 此外呢 我们在自己的回合内 我们就算在最后一轮 我们自己弃一张牌 同样可以给同位医血赵云 造成一点伤害 对他而言肯定是致命的 然后今天的第二波素材 首先第一把这是借寻域农民 地主是区域 选人借寻域 就是因为对队友的关键不是很高 可以强行复复得证一下 也算是有一点自己的作用吧 借寻域 而且借寻域在自己回合内 可以主动卖血 给队友补牌 还能耗地主的牌 我觉得借寻域 作为一个农民 其实是合格的 他借寻域不是撕海 普寻域是啊 不过 很多人问为什么普寻域是撕海 就是因为普寻域的 怎么说呢 他经常没有任何的作用 然后这里区域呢 脑袋一热 觉得也打不了我们 因为 然后再一看小乔手上 明知是一张红桃 依然要对他动手 反过头来 区域只要杀小乔一刀 他造成和受到伤害均加异 所以区域是一下受到三点伤害了 这大家注意一下 而且 而且是当小乔弹完区域之后 区域的牌如果是最多的 那他一样 也许他杀小乔的时候 他牌不是最多 但如果被小乔弹完之后 他牌最多 他一样的伤害加二 然后这一张 不对 刚才那把也不是这样啊 这一开始曹冲直接送了张春华 至于我们怎么打呢 肯定是跟张春华 磨一下 然后接旁的打张春华 注意一下 张春华 而他挂的装备 就相当于说我们强重他的一个 一点基本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没有建出他的装备 反而是当最后呢 一波打掉张春华的时候 这个强重就很重要 这个时候来建出他的装备 可以造成强重的效果 杰庞德绝对是现在很合格的菜刀 大家可以尽管尽管的使用 解冠与农民 队友是与 队友是宇宙地理 地主是宇宙 他宇宙格克 那至于我们怎么打质疑 让AK直接开局杀一下国家 然后反过头来一决国家 一决呢 说过 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操作 手上藏着AK再一决 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让 对 然后先杀一刀 这样可以有效地让国家降低防抵抗防御 然后等国家四五季弹亮黑的那一轮 就是我们带走他的最好时机 这选了株林地主 株林主我现在也挺喜欢的 因为株林主确实是个多功能型地主 一开始刷一张 加一刷一张装备 再刷两张杀是完全足够的 这里一刀你想 主是要做的比较骚 主是要直接杀陆迹了 但是我们主知道的话 我应该还是会杀张祖 不过很难说呢 万一陆迹手上有桃子 只要陆迹手上有桃子有杀 或者任意一张进攻牌 张祖都必死无疑 所以杀陆迹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肯定是想办法 先把陆迹手牌压一下 接到他没打杀 不一定代表他手上就没杀 这张决斗还是等一轮 然后至于这怎么怎么打呢 直接两张手牌一拔 然后直接把对面的杖霸拿过来 是肯定可以直接获得胜利的 朱灵的能力肯定是有所体现 一把马良 虽然马良主看似不难 没什么难度 但是这把对面 一个曹王一个刘奇不好打 且不说曹王对两个人的防御 让我们很难打进 他们两个人的防御 其次刘奇 让刘奇每回合的 他们农民的收益 其实和地主是一样的 你像刘奇拿我们一张牌 如果再囤江的话 他每回合收益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然后曹王又保了两个人 他们的两个收益肯定是在马良之上的 他们两个耗我们也耗也耗不起 推呢又有曹王 我们推也推不动 所以主持人一开始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直接先穿上加一 同时 刘奇直接找我们问计 我们就直接把加一把给他 然后这刘奇呢 也比较天真 他就上了 所以说嘛 坏叔叔给的东西 你还是多忍一忍 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 那上了 刘奇上了加一之后 曹王没有减一 那我们对刘奇动手 就可以相对而言 舒服一些 然后 这样的话 我们打刘奇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不至于让曹王每回都不停给他送牌 曹王的这个保镖 也正是起不到作用 所以说十点坏 然后这也还是很可靠的 这种情况下 至于我们怎么打的 刚才曹王记我们打 也不要杀曹王啊 给他过出一张杀 说不定他就来白票我们 然后用诸葛连赌 直接把我们吐吐了 这次也谁说得定呢 至于我们怎么打 肯定还是尽可能避免出杀 还是优先以一些别的手段来进行进攻 然后白衣可以赶紧拿过来 不是 AK留在手上 留在他手上始终是一个祸害 然后最后如果没上床 再把AK挤掉 但不管怎么说 只要等在刘奇穿上这张加一的 这一瞬间 他们这把的失败 就已经是注定的了 一把张松 地主 张松地主 然后我们手开局刷AK 肯定没道理 没毛病 但是我们一起 手上的杀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直接拆路径 这样让他把所有手把盖下去 你看他手上虽然有一张闪 但是他可能为了摊了一点伤害 他可能为了摊了一张牌 所以他就没有用那张闪 至于我们回合 你看我们后来也通过红自己 在吃逃的方式 这样来找一张杀 说不定你就可以直接AK 把甘宁一起突出来了 但是很可惜 开局刷的AK确实起了作用 这我的闪电理论到今天为止 也是很准确的 但最后还是通过一只火攻的方式 把甘宁带走 就有点小尴尬 不过不管怎么说 主持人要打得到这套路满满 虽然很多人 尤其是贴吧 很多人觉得中瑶到了一定的程度上 就不应该用了 但是我还是一个观点 中瑶你不管怎么说 它是一个防御性质的武将 如果三倍 就是高端场有人直接抢了三倍 我大可相信它是什么区域什么的 选个中瑶来有几张桃子宝啊队友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你像刚才如果真的选了神旅萌 而地主是区域的话 那说不定开局就直接被双杀了 然后你看我们一直以来 就把这张古丁刀想办法传给张松 这样让他回合内一样的可以过牌 然后这张古丁刀给张松了之后 他看我们的牌 先古丁刀穿上的同时左丁擦一下 再给他补一张杀 强行把桃春带走 这就是我以前也说过嘛 中瑶和张松也是有一定配合的 可以强行 可以强行中瑶把黑飞机控给张松 然后张松再线土线回来 让黑飞机循环利用 我觉得是挺棒的 一开始没有给队友刷桃子 那就没办法呀 马良想着地主会打小虎 我们也想着地主会打我们 所以没有给马良刷桃子很尴尬 但是一开始不管怎么说 既然没刷桃子 我们也有进攻牌 把黄盖的状态一压 我们打他也相对容易一些 你看这黄盖也在想办法压我们状态 不过至少他明显比我们更惨 至于我们怎么打 那肯定 尽一切可能把他的牌多压一下 然后保证自己的 别让他把你自己打穿了就行 反过头来 既然黄盖刚刚没用自己手上的那张牌 大可相信不是救也不是淘 直接连火攻自己 把黄盖强行带走 小虎单挑是很弱的 像刚刚那种情况能赢 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 毕竟我们手上有足够的输出牌嘛 地主是曹淳 队友接孙权 看似挺好打的样子 但是曹淳 地主不管怎么说优先行动 他就有这样强行把一个农民打三 然后贴乐的优势 不过我们也可以反乐回来 这里呢 先给大家讨论一下 在我看来曹淳为了第二轮打出 尽可能多的输出 他第二轮肯定会把狮子丢掉 所以周虞一开始的那一刀 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我个人感觉周虞我们主持人 一开始不应该杀那一刀 不过呢 既然杀都杀了也不讨论 或者接下来的想法 在对付曹淳这种农民的时候 我们周虞本来排就很多 灌石斧对我们而言就是个 绝对的好东西 所以因为九杀冠石斧 然后大不了再吃个桃反肩 我觉得 周虞的输出能力打曹淳 那你在曹淳完全觉醒之前 把曹淳干掉 也是挺好的一件事 鲁肃如果放在三后卫 比正常 比一些白板什么的 可能还是有用一些 尤其当二后卫是一个把自己 可以把自己打通的农民室 你这样如果二后卫是刘备 或者你说鲁枝呀 再或者曹瑞 那个鲁肃那就聚开心 这也算呀 手上能打出几点伤害啊 等打出四点以上的伤害 就直接动手 不需要理他 然后先开南蛮 这样如果张正华 基本上是会先掉血的 然后直接决斗 刚才还是应该先决斗 把张正华的杀 骗出来之后再开南蛮 最后火攻 一下子可以打出五点伤害 我们可以通过 强袭换牌的方式 和冠施斧 直接给张正华 造成致命的伤害 张正华也从零排开始摸起 我们大可相信他 摸不到足够的桃和酒 然后是今天第三波素材 又是一把猪磷开始 猪磷这个武将 如果有AK的话 就是猪磷如果炸装备情况下 他的每一张杀 都可以有巨高的收益 这就是说 如果猪磷炸了有AK的话 他就可以将收益翻倍化 尤其你看这刘备 还给了我们这么多杀的情况下 把张正华推掉 其实根本不是问题 就看操作了 先拿着张正华的牌 然后最后正好 就可以把他八卦一起扒掉 这样的话 他每一张 三刀就没想到 三刀就直接结束了 张正华还在一边 给我们送点杀 而张正华为了自保 他也不得不停的 给我们送一点杀 导致我们有源源不断的子弹来源 所以说猪磷打这种局 也是挺容易的 第二把给大家看一个 欧洲草匹 虽然队友是四害 但是草匹也是有自己的作用的 第一主是王毅 没有什么好处 不难打 但是就怕 但如果队友很坑的话 每个人都打王毅几滴血 让王毅不停 源源不断的过牌 那就很难打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有草匹在 草匹就给他 你不是想摸牌吗 我们给你送牌 你就不用自己亲手摸了 然后这一张雷杀 正好又把王毅翻了一轮面 有意思就是 就算这个队友不停的 一直不杀我们 这把量就是队友一直没对我们动手 但我们源源不断的有进攻的牌 你看这也杀王毅一下 王毅以为自己马上可以过三张牌了 没想到我们反手一张 火攻继续翻面 这里孙策救我们一下 我们反手 这就不要翻王毅了 直接翻孙策 当然翻王毅也是可以的 翻王毅的话 就让孙策再继续动一轮 不过翻孙策 他都有AK了 小霸王的红杀赴红杀 说不定就实现了呢 一把张苏农民 张苏放在三后位 是肯定没有任何毛病的 然后队友是诸葛克 诸葛克又恰巧 是个很缺牌的武甲 只要诸葛克的牌够多 他就能一轮打出大量的伤害 但是毕竟地主多一点血 所以他想打出那么高伤害 是没办法的 这里地主给我们 队友给我们送花 我们想都不用想 绝对要献图 因为送花就大概表示 这意思就是 他有套救我们 然后这里呢 马良肯定是要跳的 然后回合内 马良拿杀 把南蛮给了队友 没什么毛病 至于我们呢 诸葛克用天派 天洞排队顶的两张牌 救了我们一下 不得不停感激他 然后反手 因为这时候 马良的血量已经不多了 诸葛克每一张牌都有大勇 我们不必须献图 这也确实展示了诸葛克 在这个环境 也是完全足够生存的 强袭嘛 强袭都强 一把SP雕蝉 SP雕蝉 你要说SP雕蝉 主谁对他克制最大呢 就是曹王 你看我们好不容易 刷了个古丁刀 但是曹王的存在 让古丁刀一点作用都没有 但至少 不管怎么说 我们有一张人王盾 看能不能保下自己的小命 曹王直接对我们动手了 因为曹春随时可能过输九杀 虽然闪海竞可能留 结果这个曹春 倒是一点伤 倒是一点伤 还没打出来 反而是上了个加一 那不好意思啊 大家都知道下一轮要发生什么了 你的加一中将害了你 命中一张曹王陶纯 基本上必死无疑 因为曹王必死无疑 因为曹王手上的 曹王的陶子 肯定都给自己用了 因为我们第一轮拿了曹王的牌嘛 他有陶肯定给自己用 万万没想到这个曹春 这个猪四血 直接被我们给秒掉了 就我说过 曹王的队友 不论随时 无论随地 无论你几颗星 你最好都不要上加一马 特殊情况 你要说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打个比方 也有 假如地主是接吕布 然后正好你们两个 又把他距离卡得死死了 他一张杀必定 可能对你们造成很大威胁的那种情况 那你们上一个加一一起卡对主 那是没有毛病的 谢谢甘宁是 甘宁是最早出的一批武将 在三国时期 我觉得也是东吴的战力顶 战力顶红了 不过说起来 东吴也就那么几个能打的 你说有谁能打呢 孙坚可能打 孙坚 那江东之虎 还有孙坚之虎 还有孙坚江东小虎 我说的是江东之虎的儿子孙策 然后一开始呢 然后除了他们几个以外 我感觉也就孙策能打 就甘宁能打一点了 还有他也是四 你看我们甘宁的强度就在这里体现了 我们应该就给自己刷一张桃 因为可以配合SP 孙坚江过牌 一张桃子可以变成更多张 然后我们自己也就出了 也就有了很多的过拆 然后这里孙坚江拆了马灵的刀 这里我只能说 农民迷惑行为大长 不过胜利早就已经站在我们这边了 甘宁的能力还是有的 一把猪环柱 猪环柱打双四海 猪环柱和关羽 接关羽柱打双四海 基本上是最容易的两个 我感觉 他们至少 他们一不会像 一不会像什么呢 你知道什么来着 弥横那种无脑进攻流一样 容易翻车 第二是他们只要等 只要等了足够的时间 他们一定会获得胜利 然后还要打比较容易 就曹纯的技权这种 优势的有武将打双四海都挺容易的 主持人 我是比较看得起张忠华的那一个人 在我看来张忠华的上限比大家想的要高 但是他必肯定是四海 所以我一般这种情况下 我会先对新王毅动手 尤其 尤其大多数人都认为新王毅 就是他如果起了装备之后 你越发难打他 但是说实话 不仅朱环这样 你就是个标孙权 打新王毅 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很多人还是怕这个朱环 还是怕新王毅起了神装 不过现在 就算是神装的新王毅 朱环打他 也一点问题没有 所以主持人要先打了张忠华 也没啥错 然后装备不是特别多的这几轮 我们就跳一下初牌阶段 一样可以给新王毅造成稳定的强袭伤害 这呢 装备起来之后 直接跳七牌阶段 稳定强袭 带走新王毅 一把SP将为主 这个武将 我是很推荐大家去使用的 这真的不弱 我只能跟大家说不弱 而且我个人看来 他的总组一样 很适应当今的斗技主的节奏 虽说是过几轮几乎就死了 董卓过几轮就死 SP将为这几轮 过几轮他一样的会崩掉 但是斗技主毕竟很快嘛 这是很 就是 你在崩之前 每一轮都有 很大的作用 这就足够了 对于斗技主这个环境而言 对面两个人呢打我们 我们不管怎么说 有两条命 不是特别的虚他们 但是 这也就是问题 单挑 进入单挑之后的话 我们还会多一个 哇 这技能的技能都写错位了 进入单挑之后 我们还有挑衅 但是主持角 说实话 我 他是个新手 他没有好好利用挑衅 如果是主持角的话 我直接 先挑衅掉杖八 然后再拆 先拆掉手牌 然后再挑掉杖八 这样的话不多调他一张牌嘛 这一张决斗也是欠考虑的 不过 现在有一张青钢剑 只要再等一张杀 然后把他手牌一调掉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那这里 他们有两张牌 他们有两张牌 直接一调掉 然后把手牌一拆 两张杀 直接结束战斗 森策吧 不给他留一点觉醒的机会 看见选森策的 我一言都不想给他说完 赶紧切掉 一把李峰 李峰和张松 两个人的过牌量 是在马良之上 但是 你说我这两个人都太脆了 马良如果一开始 刷的牌够好 秒掉我们一个不是问题 你看那 这第一轮马良 就几乎把我们 就把我们打成这个鬼样子 不过 至少来要加一马 加一马嘛 怎么说都是好东西 看见马良主 一开始没有刷五蟹 就是比较麻烦 然后这一张松 稍稍做 总有张松觉得把狮子 献给对面 是个滑蛋的事情 你不想想马良 一下子多过了多少张牌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该怎么打怎么打 张松做子 我们就不和他同流合污嘛 桃子一池 我们李锋过四张牌 比起马良也就少一张牌嘛 问题不大 然后我们现在也算公平竞争 但我们不管怎么说 有装备的优势 你看那 不过马良也有张藤甲 这张藤甲 确实也搞得我们怪难受了 但是跟马良单挑 就稍微忍一忍 都是总是能 找到脱口了嘛 对吧 我能说这把能赢 也是李锋的能力吧 李锋不管怎么说 四张牌也不容小觑 总有很多人看不起四张牌 但实际上 单挑忍中是完全足够的 这里有了火杀 肯定赶紧先杀 这连头有点疼啊 我刚刚想说 这是赶紧先杀出去 杀出去灌的 肯定是这里该灌 肯定得灌 然后 然后兵肯定该兵也兵一下 然后手里有档闪了 因为一开始 吃了几张九杀的亏 该是该闪还是闪 在我们像李锋这种武将 他是不缺牌的 回合内部缺牌 所以灌鼠服务 对于我们而言 就异常的重要 刚说完就没了 九流在手上 说不定 哪一轮马良都在闪了 我们就直接九杀杀出去 直接直接九杀 这轮只要他起不到足够的桃子 我们是完全有机会 把他直接带走了 当然啊 最后一轮没有新火龙差平 当然啊 最后一轮没有新火龙差平 但是不管怎么说 李锋强行虽然比马良少过一张牌 最终也在公平技能的情况下 秒掉马良 我觉得也还是有一点操作的 一把标孙拳主 标孙拳在现在 你说他相对于被戒孙拳全方位碾牙 因为戒孙拳完全可以像标孙拳一样玩 但标孙拳从各个程度上来说都很缺牌 所以正常情况下 孙拳肯定是该跳乐 孙拳的回合内部能力很强 如果被冰了被乐 肯定是该跳得跳 但是你说孙拳这么缺牌了 跳了之后 那哪还那么多牌呢 你看随着冰一下我们也不敢跳 只能任由他自行发展 然后上个童架来 因为我们说实话 对付这两个人不是很好对付 我们本来就很缺牌 在甘宁用他一张牌换我们一张牌 你真要说的话 甘宁这个武将的计算 计算收益是很奇怪的 他用自己一张牌换对面一张牌 孙拳的计算方式基本上都是有的 之前网上有人计算过 孙拳每制衡一张牌 就是0.3的收益 算句话说 只要制衡的越 他制衡的越多 他的收益就越高 然后我们一直都还是很缺牌 这也没有办法 对面曹冲一这一轮要9啥了 因为他早就手捏了一个9 上一轮他上我们没闪 这一轮呢 他肯定是想了上一轮都没闪 这一轮他也 这一轮我们也一样的 手里没闪嘛 确实我们也确实没过到 现在看似我们已经一血了 风中残毒 那肯定 就不要制衡了 手里留这张闪的防御就比较重要 但是主持人还在想进攻 这也没有什么错啊 这里 我知道曹冲在想什么 曹冲不就干你 因为他觉得 我们就一张牌了一击血 直接过两张牌 把我们干掉不是问题了 不好意思 你是曹冲 你这么想老天都不会让你赢 我们孙卷手上就靠着这一张闪 始终狗活着在 你看我们现在就肯定是发了疯的一样找桃子 当然 这里曹冲了 曹冲也算时运不计 正好一张决斗一张闪 一张杀的同时 让我们手上摸到一张桃 然后强行跳一下回合 继续找桃子 但是杀和闪肯定是要留好的 虽然没有像戒拳一样那么大的过牌量 但是免除了戒拳那样的幻想 就是全牌制衡这样的冲动 我们还是很好 很容易 对吧 这要什么 很容易一次过到 很容易在手里留好防御牌嘛 就不管怎么说 我们手里这张桃 这张闪是不会丢的 但是你说如果选择戒拳的 说不定一个冲动 把闪全都治了 只有来了一堆废牌 反手被曹冲几张杀干掉 那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因为玩戒拳的人总是很冲动嘛 想全牌制衡 都可以理解的 这里主持人要丢了狮子 然后就一下子回满了 这里的手牌已经比装备多了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进攻 手上的牌也有一点溢出 这里肯定是继续把装备去满上 然后固定刀也是个好东西 佛剑魔刀的概念 我也跟大家说过几次 但佛剑也来了 再等火箭来了之后 再等魔刀就行 一切都是只是时间问题 扒掉 然后想着难瞒的话 再扒一张 结果没想到曹冲手里 还留着一张闪 这就有点小尴尬 不过问题也不大 扒掉之后一张固定刀 对面拿了一张无懈可击 这不是很懂啊 对面怎么想都 怎么样想都应该是拿桃子吧 不过最后在最后一回合 再直接一张杀解决战斗 升拳标升拳打这两个人 看似这两个人不好 没有比较容易 但是说实话甘宁以牌换牌的话 升拳还真的顶不住 不过好在呢 关键时候我们靠自己坚强的摸牌 不永不言弃的精神获得了胜利 一把王姬组 接下来连续三把主攻 三把主攻放完之后打实战 先是 既然王姬组的话 肯定要换比较帅的皮肤了 但是 如果说对面有孙鲁玉的话 你就王姬 就我们组织要就经常会摸到一些 紧张牌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不过这个小虎他将加一马上得到挺的时候 不过 话虽然这么说 他将加我们肯定还是只能 尤其是对小虎动手 因为曹春现在私底选你打不进呢 然后在我们的回合来 继续吃桃给曹春换一下牌 现在跟曹春就基本上是公平竞争了 一打一 但是说实话 我这一数个王姬 美国如果能做到禁区值 达到极限的话 是完全全可以跟曹春一战的 别看这时候曹春已经完全觉醒了 但你看我们回合内 一张槽还可以下曹春的装备 然后继续靠杀来过牌 这样的话 美国我们摸两张 地主再多摸一张三张 我们一样的是摸五张牌 还有出杀的机会 但关键是 你虽然说我们五张牌出杀的机会 但是 我们把曹春距离卡住了 他没有那一下出杀的机会 此外呢 我们还可以过牌 就是我们真正的是顺对面的时候 我们给自己丢一张摸一张 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摸那么多而已 但同时我们一样的也可以摸那么多 所以说王姬在这种情况下 吊打王姬地主吊打曹春农民 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甚至王姬地主都可以跟王姬曹春地主一战了 我可以在这话放在这里 今天倒数第二把视频 刘旗主 这把视频 主视角的想法倒是不错 对面一个戏子 一个SP赵云 都不是省油的人 不过 可以把他们两个 优先定义为两个防御性农民 所以刘旗这时候 囤僵就成了比较关键的技能 我们每回合 结束多摸两张牌 让自己 就少打一点伤害 然后主视角 我来刚刚那里 两张顺一张古丁刀 一张九啥 我是主视角的话 我可能忍不住 直接把SP赵云手牌全都顺光 之后直接九杀SP赵云 这样的话 西子手上如果只有一个逃的话 他救了SP赵云 他自己救不了自己 他如果两张 两张逃的话 两个人都捞起来 那倒是没什么问题 所以刚才是动不动手 我也 我也觉得 我是觉得该动手的 但主视角比我打的 其实要稳定的 稳得多 这里呢 主视角确实等到了一张顺勒布斯鼠 然后再动手 想法都不错 然后一直保证自己的加一码 然后西子呢 肯定手里留的 因为我们下一轮继续找他问机 所以我也不知道 西子才手里留的什么 说不定不是淘呢 但是认识 西子才确实 跟我们想法一样 他手里没有留淘 他留了一张闪在手上 至于SP赵云 他强度高不高呢 SP赵云强度没有那么那么的高 这一继续 直接九杀 到西子才 直接把西子才带走 主视角打得倒是挺稳的 不过 我是刚刚也说了嘛 我如果是主视角的话 我真的就打得特别激进 直接 直接冠师傅 给SP赵云打一个癫狂屠戮 说不定就直接把西子才 或者SP赵云其中一个秒掉呢 他西子才如果只有一张塔 是顾不及两个人的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区域直接开局九杀西子才的队友一样 然后一样 这里如这里继续用灌师傅 对SP赵云进行高强度的输出 可惜啊 这里直接找西子 SP赵云要材 然后直接两张杀 结束战斗 主视角做得倒是挺没有错的 在因为刘奇 虽说靠问技进行一些输出 但是他完全也是可以靠问技和存将把自己变成一个优势型武将 来跟他们对面两个慢慢的耗着 他可以不急着进攻 反而是等自己 你看到我们装备齐满了之后 在起到乐之后 再对西子才进行动手 我觉得主持人要打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来今天最后一把 就让大家看一个爽 一个学胜主啊 学胜主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开局刷的什么牌 一张古丁刀 一张红纱 对面有一个盐白虎 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 这是又来一张顺 大家猜一下 许胜 给许胜自己记住 我们同时可以把 郭家和白虎两个人 同时都可以破军了 你看到我们刚才 虽然白虎摸的两张牌 是郭家死之后摸的 我觉得这一波倒打得挺帅啊 直接把盐白虎 就是我们火杀郭家的那一刀 九火杀郭家那一刀 郭家一下三张牌全都盖下去 郭家受三当三血的伤害 同时我们还可以把 盐白虎的四张牌一起盖下去 在郭家受到伤害之前 把盐白虎的四张牌全都盖下去 也让给盐白虎打一个 打两点伤害 有三倍我是肯定要抢的 沙漠口就直接用了吧 已经11点了 这些时间过得好快啊 神力远盟加上肿咬 用不用得到五张牌 这还是个问题 但是如果有五张牌 用的话确实挺爽的 看一下啊 神力远盟加上肿咬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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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凉寸断 一锁 乃武西玛王 为神输军 这张疼魔 冰冰恩宠 暴效国家 嗯 还是有点头疼 因为这张桃子是肯定留不住的 我不如把这些所有手牌都留着 下一轮用 下一轮 下一轮进攻 可以啊 我允许 待会是 可以啊 我允许 待会是只要让中瑶火九火杀神吕蒙 这样的话我是不亏的 我现在我也想打死了吕蒙啊 只要让中瑶九火杀吕蒙我是不亏的 吕蒙用两滴血换我两滴血 我五滴血换了两滴还有三滴 你两滴三滴血换两滴只有一滴 杀人 杀狗狗狗狗用的 吕蒙不想留着 这是问题 就怕下一轮杀狗狗狗用了 那我就要骂人了 打死了 打死啥来的 先武中打了 没有反吕蒙 nice 直接拆 破合拆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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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這就是我的日常 我現在不知道他拿了什麼牌 他肯定拿了閃 有可能還拿了無限 但我知道他肯定拿了閃 現在就只能靠每回合過五張牌了 Nice 雷沙好啊 現在我的牌,我的血量肯定不重要 萬劍齊發 我怎麼說還有回聲呢 這有點酷炫啊 無限啊,無限我就反無限 讓忠,讓忠遙救你是吧 這樣的話,盾待會會摸在我手裡 殺 閃 殺 忠遙還可以救你 那也沒辦法 突然一下子好吵 樂不思熟 打一個桃園吧 然後給呂蒙打一個反 怎麼可以兩張無限一起出 忠遙想奶就奶 呂蒙手上還有一張無限 呂蒙剛沒拿無限 哎呂我天哪被擠下去一下瘋了 被擠下去一下 看不見 根本不知道他拿了什麼牌 知道吧 這就是最煩人的地方 不知道他拿了什麼牌 我以為神旅盟少要有張無限的 找到給忠遙的無限也打了 怎麼還有回聲啊 以前都沒回聲的 兩張殺 又可以出兩張牌 兩張殺算兩張牌 然後上個人王盾 總共是 上個盾 繼續兩張殺 還有一張殺 忠遙若爽還要逃的話 只能賭 只能賭這張青鋼劍 能在過五張牌中 能過出一張好牌 還行啊 魔五張牌 在勒桑 給你的現狗花 這叫日傳了 這兩張牌丟掉 加一碼丟了嘛 沒什麼用 能過不要緊 單挑中搖好打 大家看我這幾輪 就是完完全全是 純靠這張麒麟弓 進行每回合目五張牌 看來不抵 兩張殺直接帶走 這聲音有點帥啊 還帶回聲的 好了 本期素材就到此為止了 希望能對大家有一定的幫助 好 那就再見咯 好 谢谢观看